这几年很流行中西医合并治疗 强调传统跟现代医学的精华融合 临床上头可以依照病情的需要 做出合适的医疗方法来改善病情 常见的腹科癌症例如说是乳癌 据说也能获得很好的控制 健康头号杀手癌症 女性乳癌是十大癌症死亡人数第四位 最让人担忧的复发透过中草药有解方 癌细胞很聪明 我们化疗晃疗这些东西去杀它之后 它可能死掉了99% 所以还有1%杀不死 所以我们常常听到癌症会复发 中草药竟然我们看到了 它可以把癌细胞想要怎么拓散的路 全部把它关掉 我们的优势在于说我们会根据个体 病患个体的一个状况 然后去做一个就是专属于它的一个治疗 就会看它的体质的状况去做一个变证轮质 中医辅助治疗癌症优势在于减缓吸药位患者 带来的不适感 比如三成乳癌患者会并发淋巴肿胀 搭配针灸可以消肿减少疼痛 还有化疗副作用也可以改善 包含了像是肠胃道的症状 恶心 呕吐 腹泻 这个其实是很多人很多人会受不了的一个 中医的话我们就是刚才提到有一个像是香砂六菌子汤 就是我们比较是补脾气为主 让它就是可以就是缓解这样的一个症状 这样一个不适让它可以继续接下来的治疗 研究证实乳癌患者化疗后配合中医条例 10年内死亡率可以降低5成 但医师提醒类似激素中药要谨慎使用 更呼吁民众想要中西医和疗 别自己抓药 还是要经过医师评估给予专业治疗 大约新闻林一婷张岳佳台北报导